要感謝大家 讓我們可以繼續為 中正萬華來服務來打拚 再度站上戰車掃街 但立委臨場所心情大不同 因為罷免闖關失敗 也宣告這席立委 可以安穩做到2024 恭喜恭喜 恭喜 立院現身 民進黨盟友立刻獻上擁抱 卻回府院黨請全力助政 就連民進黨立委都排班 到萬華站街頭敗票 那現在打贏這一仗 有沒有打算加入民進黨 我還是希望說大家社會能夠就 稍微讓政治也回歸一下平靜 不同於罷免前說的會考慮 現在說要先冷靜 就連開票後第一時間發感謝文 都忘了要謝謝 壓軸登場的正副總統 還有其他民進黨的夥伴們 後來編輯了五次以上才搞定 難道是因為 對罷免開票數不滿意 昨天我是到現場 感謝現場的人嗎 然後同時也有一個記者會這樣 所以他大概就是把我 對現場的人講的一些話就把他寫進去 強調小編搶快先發文 但這回同意罷免票數比不同意多出一萬多票 不僅跨越了罷免第一關25%的門檻 只差一點點就闖關成功 會不會擔心自己變成跛腳立委呢 現在來做一些進一步討論 一定又會有另外一波的這個政治性的解讀啦 所以我不太想要去做這些討論 敏感問題是兩波千金 看來林長左雖然保住立委這一席 但後續衍生的風暴才要來臨 TVBS新聞黃國衛劉立成韋佳琪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我們要來提搬 我先用一個分 extension 我先用一個分析 我先用一個講解